最新诈骗被香香遇到了 他是利用狗狗投票的方式来骗取个资 如果你点进去网页 发现了这个网页 然后你一定要先去观察页面 因为他刚开始有说过 他的狗狗叫公爵 所以我就点他 然后进入到这个画面呢 发现不对 一旦你输入了 你就会被诈骗 最新诈骗被香香遇到了 他是利用狗狗投票的方式来骗取个资 没错 如果你点进去网页 发现了这个网页 然后你一定要先去观察页面 然后呢 因为他刚开始有说过 他的狗狗叫公爵 所以我就点他 然后进入到这个画面呢 发现不对 没错 这就是诈骗 一旦你输入了 你就会被诈骗 赶快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知道 不要让大家受骗了 真正是好在加载 没有把电话救他 你知道吗 把电话救给路人 你可能会变成诈骗集团 那时候我朋友在单随机团站在转公车 但主要说真的很坏 一般都要等15-30分钟 他说那时候有一个人很要紧的 要把转电话 说要卡电话给家人的 不过这时候 他会说车来 他只会说不好意思 我的车来 你给别人救看 像车来 虽然说新来 也是感觉很愧疚 不过他会想到 以前在新闻上面 看过这种的诈骗新闻 他就散网插 结果一看 真的是好在加载 没有把电话救他 你知道吗 把电话救给路人 你可能会变成诈骗集团 在这种严重的 可能会盗取你的个资 盗取个资之后 有可能你的资金都会逢移转 所以 如果遇到这种人 我们要勇敢说不 现在好人坏人 很难判断 人心难测 不管如何 只要遇到需要帮忙的人 我都会带他们去警察局 要打电话给家人 要找人的要借钱坐车的 警察人民保姆绝对会帮忙 快跟这个鸭鸭鸭团 让你身复兵 特别资料那些人 最近有一个诈骗要打电话 什么诈骗 我去全家 我说那个全家店员一直跟我说 你知道这个包裹多少钱吗 我觉得奇怪 我跟我说多少钱 我收到钱去他去拿 他就问我两三次 然后我就问他说大理事 你不能吗 或者是 料理货 那总管他多少钱 他就跟我说他一钱 后来我就觉得怪不得 我明明最近也没有买 以前都不爱的东西 我打开我人洗下屁股 五天 没有没有买 以前都不爱的东西 怎么不爱 然后这个店员就跟我说 最近有一个诈骗 我觉得阿仁很大 我才提醒我 这个东西如果我不知道是多少钱 因为解军上面也没写多少钱 那这个都是诈骗 最近很多人被骗 所以他会把我把东西都退回去 我就觉得最近真的要小心 因为我们的资料 其实在我路上早就已经被外写出去了 连我们平常在来的一个便利商店 去网友知道 我们还需要诈骗 所以我们去便利商店 如果去网友之前 我们一定很清楚的诈骗 自己在我路上到底诈骗 不要误语 不要诈骗 说得很好 我是小七店员 这阵子超多诈骗包裹 最强的防诈骗网其实是超商店员 我也被拦截过一次感谢好心的店员 我也碰到一次有收到简讯 但金额不对啊 还好店员有说不要领 卡 register 我来点击 请击 我来点击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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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